这是一个十分简短的一个视频 我想说一下YouTube上面现在这一个新的功能 然后我希望看到更多人用这个功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到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这里就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一个视频关于YouTube短片的 你点进去之后你可以在这个评论里面选择Timed Beta 那么中文应该是按时间Beta 不是Alpha也不是Sigma 是Beta就是测试版的意思 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一边播放视频 一边看别人在这一个视频时间点评论的话是什么 比如说40秒有这一个王先生 他说听到这句话我笑了 然后之后的评论会跟着你的视频播放 也慢慢显示出来 比如说一分钟这个人说 真的很怀念以前的Lanky Box 一分零九这个人说 这辈子最不想要听到的音效 我放着什么音效来着 我们来听一下 OK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想要听到这个音效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功能很像 一个其他网站上面的一个其他功能 没有错 就是NikoNiko上面的弹幕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我喜欢的地方就是 你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像是在和其他人一样 一起在看一个视频 但是这个功能比弹幕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不会看到那些十分弱智的弹幕 显示在你的屏幕上面 就比如说某B网站 我忘了那个网站全名叫什么 好像是叫什么B啦B啦 上面很多弹幕都十分的弱智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你可以很简单的想输入什么就输入什么 但是YouTube上面这个功能它还是一个评论 然后写一个评论所需要消耗的脑细胞 比写一个弹幕所需要的脑细胞要多一点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YouTube这个功能更多一点 当然这个功能现在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你必须要竖屏看这个视频 才可以跟这个评论一起看你想要看的视频 之后他们要怎么攻克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也许真的会让这一些评论在屏幕上面显示 我希望不会 应该不会 我觉得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英文占的地方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让这些评论形成在屏幕上面 要不然就占太多地方了 不管怎么说就这么一个简短的视频 因为我明天要发一个新视频 然后我想要看到更多人用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行了我说完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